大家好,我是关雅迪,欢迎大家收看收听关雅迪共创播客 下面一个系列每周影评2021关雅迪骚扫罗版 今天跟大家聊最近影院正在供应的一部户外运动纪录片电影叫《无尽攀登》 讲的是中国登山界的前辈夏柏渝,在登山圈里面他是赫赫有名 终于在三年前,2018年顺利的登顶珠峰 但注意,如果你不了解夏柏渝夏老的话 他不只是中国登山界前辈这么简单 他也是在我心中是一位平凡的英雄 他既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英雄 是因为他在70年代参加中国登山队攻顶珠峰的时候 严重动伤,两条腿全部被迫截肢 所以过去大概这40多年 登顶珠峰这件事情在他内心是一个终生的愿望 他中间努力过很多次,但总是阴差阳错 没有登顶,一直到算起来 这应该2018年算他第5次去尝试登顶珠峰 这一次最终天气不错 加上他体力分配各方面都非常的顺利 至少从纪录片呈现出来的这些部分 中间也有一些小小的情况 比如说他的腿部磨了一个血泡 比如说他其实出发之前身体是有血栓 该怎么办,吃药还是不吃药等等 这个纪录片我要推荐给大家 非常值得去影院去感受一下 在大萤幕上观看珠峰 他是从南坡尼泊尔这一侧去登顶的 我觉得这个风光对我来说太熟悉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推荐的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跟这个电影实际上某种层面各个角度 有很多种关联 比如说夏不渝夏老 出生于1949年跟我爸同岁 所以我看到他在手印里现场 依然是容光焕发,特别年轻,今年已经应该72岁了 哇,我觉得看着真像62岁一样 特别运动让人年轻 所以我觉得夏老 大家在荧幕上看看 是不是会激发大家去拥抱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当然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登珠峰 其实一定要运动起来 当然我爸也是 他也一直坚持跑步运动锻炼 也很多年 身子骨也挺结实的 另外的连接点呢 在电影的一开始 我一看到这个从坐飞机 从加德曼杜飞往卢卡拉 这一路徒步到珠峰大本营 我都特别熟悉 就是因为我去过好几次尼布尔 分别是参加珠峰马拉松 所以呢 夏不渝老人 他在珠峰大本营等候出发的时候 大本营的那个状况 我是很熟悉的 而且我是16年去的 那个时候 在珠峰大本营 我们都知道冰雪在逐渐的消融 越来越多的石头裸露出来 我16年去的时候 其实冰雪还比18年电影里面呈现的要多一点 如果现在2021年再去可能更少了 这是全球变暖带来的变化 所以看到珠峰大本营南坡的大本营非常的熟悉 包括一路走上去 你要走到电影里面有丁波切 难吃八扎的好像没有拍 或者拍的没有标出来 还有到后面的萝卜切 还有高热舌 这些一个又一个的在你徒步一定会遇到的 这样的一个中间的休息站 最终到达这条路非常熟悉 因为这条路也是我们珠峰马拉松的比赛路线 我们的起点在海拔5300多米的珠峰南坡大本营 我们要在那睡两晚 然后一路向下 还要累计爬升将近2000米才能到达比赛的终点 难吃八扎 所以我看到包括那个世界上最危险的 鲁卡拉机场 跑道好像只有两三百米吧 它是个斜坡降落 是靠着向上冲这个斜坡 强行停下 然后向右打个急转弯 然后把飞机停稳 非常神奇 当然出发的时候更吓人 因为它的斜坡停的时候向上 它出发的时候就向下浮冲 冲下去 然后再起来 胆小的其实不太敢坐那个小飞机 那么不只是珠峰大本营南坡的这条 EBC的徒步线路 我很熟悉 在电影当中也出现了一座雪山 夏老也提到 它那座雪山 其实不到7000米 6800多米 叫阿姆·戴布拉姆 叫阿姆·戴布拉姆 阿姆的珍珠项链 这也是在几年前 2016年的10月底 11月初 我去速度攀登 登顶了那座技术性的山峰 当然我是阿尔卑斯 我当然不是阿尔卑斯式攀登 我是喜马拉雅士 带着向导 带着我 他们有全程铺了路程 我用拉力气 让自己上去 快速的下降 我也算体验了一次 技术性山峰的速度攀登的体验 所以对于高海拔 攀登登山 我有些许的 几座雪山的攀登经验 跟夏老当然没法比 国内很多自由攀登 喜马拉雅士攀登 或者很多灯8000米的朋友们 当然也没法比 但至少是从这个电影里面 我看到有各种的连接点 让我觉得这部纪录片 我就觉得看一遍 对我来说特别不满足 而且我真的特别想念 四五年前 我很多次去做雪山攀登 那种给我带来的 心情上的改变 这也是我要给大家 推荐这部电影的 重要的缘由之一 不然的话 我后面讲的话 如果没有前面 这些强烈的连接 其实它是不成立的 或者说别人不容易理解的 我喜欢这部纪录片 如果从我电影制片人 的专业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专业层面 它故事简单 有利 讲的也很流畅 特别是 如果你不知道夏柏瑜是谁的话 你直接看这部电影 其实你的观影体验 可能会更加紧张刺激 你甚至觉得天哪 一个69岁的老人能不能 他是没有腿的老人 这是一个双腿 夹着架枝 一步一步要去跨这种冰的裂缝 要垂直攀登 然后要登到8000米以上 一直到8848米的世界屋脊 这到底行不行 我觉得一般人觉得 这应该是不可想象的 对吧 对我来说 我也觉得这非常难 当然我因为自己有过丰富的 超马越野跑 全球的户外极限运动的经验 不管是在陆地上 跑步还是高海拔的登山 还是环球翻转赛 我其实就理解 像夏柏瑜老人 他这么精心的准备刻苦的训练 他是真的是可以做到 而且他的确也做到了 这也是对人类 我觉得特别是2019年 他拿了那个劳伦斯奖 体育精神奖 那应该是在体育界 他拿到那个奖 应该是整个体育行业 体育界对他最高的一个认可 也是最高的一个数容 特别为他感到骄傲 也让我觉得 以后 虽然我现在好几年没有登山了 以后有时间一定还是要去高海拔 去呼吸一下稀薄的空气 那种感觉 所以对于从电影制片人的 专业的角度 这个片子 它本身就很好看 跟大家可能 你应该都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 我自己 雅提跑世界 因为我拍过很多运动纪录片 这也是我跟这个电影的一个连接 我其实就知道 当你拍到一些 大家日常生活当中 接触不到的内容的时候 大家就会觉得特别好奇 当然你的事情 如果又让大家觉得非常新奇 甚至让很多普通朋友 有很震撼 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户外极限运动的经验 那这个电影对你的吸引力其实是很强的 它的观察性是很强的 所以推荐大家去影院 但是我有两个 在这个电影里面的点 打动我 也让我觉得 应该值得跟大家推荐 一个呢 就是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细节 从片子开头到结尾 一头一尾 导演或者说 编导在采访夏老的时候 一直在问他 你为什么要不停的去登山 也就是你登山的态度是什么 夏老其实在开头长时间没有回答 电影结尾也就是简单说了一句 我喜欢登山 也没有说更多 电影并没有采用 或许这就是夏老内心真实的 最简单平实的答案 只是喜欢 我想说这个细节 我觉得蛮好的 这个细节 在我看来非常的真实 而不造作 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 包括那天手里现场的朋友会提到 包括他跟他儿子交流的时候 他儿子也会提到 是不是登山 是不是山就在那 所以要去登山 这是很多人都引用乔治马洛里当年 很有名的一句话 但实际上 真正登山圈的朋友应该知道 这句话其实很多次是被大众 是被误读的 乔治马洛里在说 因为山就在那 他说这句话 并不是一个特别正经的 严肃的一个回答 而是他在被太多人 去被问到 你为什么要去登高海拔 八千米的雪山 他其实是被问的次数太多了 被问的太烦了 他有点 有点不太烦 有点 甚至有点小生气 然后 就说了一句 宣泄自己情绪的一句话 就因为山在那儿 有啥可问的 山在那儿登不就完了吗 他实际上并不是 代表他完全百分之百 内心真实的想法 但是很多人呢 有的时候就会把他的这句话 当成了一个名言警句 而并没有理解 可能这里面包含着更多的是一种 愤懑 不被理解 内含着些许的嘲讽和戏谑 好吧 有时候我们要了解 这句话当时的那个情境 所以像这种情绪 其实在这个片子里面 或者展现的下老 根本他就没有去往那边去设计 我觉得他就是觉得 自己要坚持做下去 包括他的爱人也说 也劝 也劝不动 那就只能支持吧 他完全没有去说一大堆 特别刻意的理由 特别故意的自圆其说 他就是找到了自己的热爱 然后就坚持了下去 我觉得这是 这部电影其实最打动我的一点 对我个人的生活经验 到现在42岁 距离下老 70多年 72岁 刚好差了30年 因为我跟我父亲 其实就差了30年 我就在想 以我的生活经验 我逐渐意识到 特别是在过去几年 这么多户外极限运动 带给我的感受 带给我的变化 是我学会了 或者我逐渐再学会 去尽量多倾听 自己内心的声音 这个词听着比较虚 换一种说法 逐渐去感应 感受大脑里面的 潜意识发出的一些指令 因为潜意识的 这些大脑的底层的一些指令 我们有的时候 不会直接接受到这个指标 因为我们的大脑 另外的一些部分 他会把这些潜意识的指令 我们已经做出的一些行为 去进行合理化 去进行二度加工 然后让自己大脑 再变得可以理解 当我从看了越来越多的科普 关于脑神经科学的一些书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更多的就会 让自己松弛下来 去彻底打开 自己的感官和感应能力 就刚才说的 倾听内心的声音 这是一个比喻 其实就是要自然的 让大脑的潜意识的指令 去发挥它的作用 我让我的主动的主观意识 并不需要那么花力气 去聚焦 去理解这些潜意识的指令 当然这个说起来 或许有点复杂 再换一个说法 就是我希望自己能够 充分的相信 内心的这种声音 充分的相信 这种潜意识的指引 但同时 我们不要盲从这种声音 盲从这种指引 而是要真正的给它 有结合自己 现实生活状态的 一个分析 评估 然后再制定行动方案 那简单说 像夏老 当他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他要去登顶珠峰 哪怕时隔四十多年 他会 应该说 不能说不惜一切代价 这有点太夸张了 但我觉得他已经付出了足够多的努力 比如说他把房子都卖掉了 他可能也没有聚焦 去做更多赚钱 咬家糊口的事情 而是在用心的训练 就做一个普通的中年人 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老人 但是在很多很多人心中 特别通过这部纪录片 大家发现夏老并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有自己的热爱和追求 并且坚定不移地去实现 当然有幸在2018年 遇到了同道中人 之前可能会有些赞助 但这次也是需要很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 帮助他去实现这个心愿 也就是说你的强大的心愿 会影响到很多人 会影响很多人来帮助你 最终你做的这些事情 无论结局怎样 对未来可能会影响更多的年轻人 他们会寻找自己的热爱 并且坚定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标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这是这个电影看完之后 让我也更加理解 我过去至少8年在做的事情 可能未来8年 未来18年28年 我继续坚定要去 对用自己的生命的时间 去探索的一个动力来源 这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关于夏老 对于登山没有解释那么多 我其实是这样 我特别有共鸣 我的对我身边的很多朋友 我没法解释很多 我为什么在2013年 要辞职去超马月跑 我其实挺难解释 包括后来要去克里伯 环球分身赛 都比较难解释 还有第二个细节 特别打动我 其实这个很简单 就是夏老在电影呈现出 他的那种 简单纯粹的生活方式 身体很健康 当然他锻炼非常多 性格也特别坚韧 同时他脸上 永远呈现出一种 孩子般的 比较纯粹的笑容 这种笑容带来的快乐 也是非常纯粹的 而这种纯粹的快乐 是极具感染力的 所以这时这个电影 贯穿始终 也是特别打动我的第二个点 那么看到他 我就再次想起来 其实对我也 也其实有很有启发意义的 一位日本登山家 叫三浦熊一郎 他在2013年 已经80岁高龄 他第三次登顶珠峰 其实他之前70岁75岁 登顶过两次 为什么80岁又要去 就是因为 好像是个尼泊尔还是谁 一个登参加 76岁的时候登顶 破了他的记录 把他逼的说 你76岁破了我的记录 我再给你提高4岁 然后他80岁的时候又登顶 而且还带着他的儿子 还一起去登 那么就有记者采访他 我在之前的播客里面 跟大家提到过 问他一个80岁的老人 为什么还要登顶珠峰 还要去做这种 高危险度的冒险 特别是对于一个80岁的老人 然后三浦熊一郎 真的可能就随意说了一句话 我不知道是不是像 乔治马洛林那样的 有点戏谑 有点开玩笑 他说80岁没有什么 80岁可能对我来说 就是第4个20岁过完了 我现在迎接的是 我的第5个20岁 反正听到这句话 我当时觉得 咱虽然不知道 人家那个语境 但是我依然觉得很震撼 我依然觉得好像 不能说醍醐灌顶 我突然觉得 生命的维度 时间的尺度 是可以这样重新换一个视角 换一个视角 再打开的 所以从这点上 我们来看夏老夏波瑜 他好像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他是1975年 第一次作为国家登山队 在70年代冲顶珠峰失败 然后他的手严重受伤 他的腿 就是失去了双腿 但是他内心的热情 他的那种生命的热情 他的内心的火苗 反而我觉得没有熄灭 反而熊熊燃烧 越烧越旺 一直让他烧了40多年 一直到现在 而且他登顶完珠峰 他也继续登7加2 他继续做其他的探想 他的步伐没有停止 所以我就觉得 他的生命的热度 好像就停留在26岁 他一直在做一个轮回 比如说再过6年 他78岁了 可能对他来说 就是过完了第三个26岁 去迎接和面对 他的第四个26岁而已 所以我觉得通过 三浦熊一郎 这位日本登山家 通过夏波瑜 中国也是一位 传奇的登山家 他对我的影响 其实对我而言 我其实在之前的播客 可能大家听到过 我自己在两年前 因为克里伯环球发生赛 两年前我的40岁生日 是在南冰洋上 穿越南冰洋去度过的 然后我写了一篇文字 发在微博上 我说40岁对于我而言 就是第二个20岁的结束 我们去拥抱第三个20岁吧 其实就是另外一个20岁的开始 所以现在42岁 对我来说 可能就把它当成22岁去活 对吧 比如说我22岁的时候 在读研究生 在准备读研究生 我现在42岁的时候 在准备读博士学位 那明年43岁就像当年23岁一样 是不是我就入学读研 变成入学读博等等 然后我把我23岁热爱的运动 足球和轮滑都要拿回来 把我年轻的时候 对大海的最初的那种热爱 继续克里伯环球发生赛 也要把它完成 等等等等 所以呢 这一部电影 表面上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故事 一位五腿老人带着甲织去第五次冲顶 诸峰 而且他成功的时候 他已经69岁了 在中国这毫无疑问 这是唯一的 年纪足够大 然后这种带着甲织五腿的这种残障人士 我们叫他也是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想象 所以这样的一个电影 对于我来说 其实更多的是思考自己的生活 我们看电影 我听说夏不瑜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终于在首映的时候 就看他在前面 终于在现实生活当中见到 我才相信再一次印证吧 运动其实对我们的人 是有可能改头换面的 这种神奇的作用 是有对你生活从内而外 他的认知 他的感知 他的精神 的状态 他的体能 机能 方方面面都在发生改变 我还说这句话 改变自己 从改变自己的身体开始 改变身体 就是改变你的大脑 改变大脑 你改变自己的精神世界 你也改变了这个现实世界 好 最后推荐大家去影院 赶紧去看 《无尽攀登》 这部剧片 买票去影院 去知识 今天关亚帝共创播客 每周影评2021 关亚帝solo版 这一期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